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中苏混血的青年人在《大字报》的海洋里默默读着激烈的批读文章 他正是陈昌浩的儿子 说你爸爸带拿着机关枪打一方面军的 最后一上纲上线 你爸爸打的就是毛主席 我爸爸居然问题是那么严重的 我当时讲句实话我都怕了 我就怕了感觉我爸爸是这么多 那时候觉得又看见你一个陌生的爸爸 陌生完全不了解的爸爸 第一个震惊 第二个呢我产生怀疑 我说我爸爸行吗 就这样一个人怎么行呢 这是当时的心情 最后呢 后来多少呢 还有一种心在落伙 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就是说爸爸你烦我妈 你看到都没了 来你今天有一天 有一天 我有怨恨 要对我爸没有怨恨的是假的 所以有点心在落伙 自从父亲陈正浩 强行和母亲格兰娜离婚后 陈祖墨一直跟着母亲生活 父子二人一近两年未碰面 看着眼前铺天盖地的大肆包 陈祖墨感到震惊 害怕 而就在这时 在群情激愤的人群中 他猛然看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我记得我爸爸那时候 印象特色 跟我过去的爸爸不一样 变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陆续打倒 其中包括自己的父亲 陈祖墨对革命越来越困惑 他不再热衷造反 回归家中 想和母亲在屋檐下的一小片宁静中躲避风雨 1967年6月23日 陈祖墨和母亲正在做饭 突然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 在那楼道里全是人 然后就进门了 我说你们干什么 进到我们那个客厅那边 客厅是吧 你站过来 你站过来 让我妈站在那 拿出来 逮捕这 我说你凭什么逮捕 没你事 站旁边去 我妈不知道 都编译鱼的额额翻译 真的翻译 我妈马上慌了 然后我妈问我 Vicent 怎么办 我小妹叫Vicent 怎么办 我说我怎么办 我说你们凭什么带着 带走 就带走了 我妈马上就挣扎 挣扎完了 就马上 喊毛主席万岁 大力万岁 然后几个人架着我 我当时要上去 几个人架 大概来了十几个人 满楼道都是人 格兰娜脾气倔强 不肯就办 几个人又抬又驾 将穿着睡衣的他 驾上了楼下的一辆 吉普车里 而想解救母亲的陈总墨 被几个人死死牵住 最后都走光了 我把他跑下去 等我把把把跑下去 我没穿鞋 我妈已经上车了 我最后跟着那车跑跑跑 到门口 哭了 妈妈妈 你走了 真的就离开了 相因为命的母亲 被押上吉普车 绝缠而去 年轻的陈总墨感到无助和恐惧 后来他得知 母亲的罪名是苏联特务 母亲生死未卜 噩耗接踵而至 一天 陈总墨像往常一样 去父亲单位领生活费 人特别恨 别来 你还想领签 你爸都死了 还谁跟你签呢 就这态度 我说什么什么 你爸死了你不知道 不知道 我 我爸死了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哎呦 我还有谁啊 没了 世上没人了 陈总墨经文 父亲已经死了一周了 文革一时 有黑历史的陈长浩 首当其冲 经历了无休止的揪斗 侮辱和毒打 他亲眼目睹了彭德怀 许向前 贺龙 陈毅 被戴高帽 游击示众的情景 封闻里历三 畏罪自杀 张林芝在批斗会上 被活活打死 陈长浩深知自己最大恶极 厄运难逃 1967年7月30日深夜 万念俱灰的他 在红霞公寓里 吞下了大把安眠药自杀 秘密火化后 骨灰被抛于荒野 我是大家放了两页的 大概是 天鹏 天鹏那开始期就特别悲壮 我要当 打打打打 神经发达 整个我们的两栋楼都震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觉得床底下来人 要杀我 一下子就崩起来 一声汗就出汗 特别怕 就拿一把剪刀 搁到枕边 一出印证清了 手里拿着剪刀 就等着那底下的那个人 杀我的人出来 就当 一声汗汗 湿透 全部湿透 几个月后 家里被查封 陈总墨被赶出来 在学校里 他被监视 审查 成了反革命父亲 和苏修特务母亲培养的 修正主义温床上的苗子 已经没有任何希望 我 世上就我们仨了人 两人都没了 我干什么 但是我唯一的一个希望 就是我妈妈还活着 还是死 没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 我的等 我就怕什么呀 万一我死 我妈妈回来找谁 不就也是胎子死了 我们俩感情就那么深 就唯独这么一点 把我给留住了 没了生计来源 陈总墨将地毯 家具 磁瓶等家室 七数变卖 他还学会了抽烟喝酒 消磨每日无尽的苦闷 有的时候 实在苦闷了 经常上西这么难 两毛钱猪头肉 一毛钱的二锅头 一两的 二两二锅头 四毛钱 一喝 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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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 关门了 走回家 就那二两酒 能不能呆一晚上 找个人说话 也没人说话 没人敢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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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68年陈祖墨大学毕业 被安排去山西红统县的部队 接受劳动改造 此时在经历了文革的酷略之后 原本对政治单纯无知的陈祖墨 终于理解了父亲在离婚法庭上 那个无言则怪的眼神 在天津地头 陈祖墨晦汗如雨 赢得了农民的喜爱 心头的乌云也散开一脚 一天 他不禁向自己喜欢的一个小卫生员 敞开了心扉 就是我病的时候 他对我特体贴 就有点喜欢小女孩了 后来呢 就是有点追他了算 一追就谈了一些内心的话 没有防范你知道吗 就讲了一句要命的话 我说的我过去 我挺恨我爸的 对我妈这样 可是我当你以后呢 我现在不恨了 我讲了这么一句话 没想到 就他就把我揭发了 就这句话是我最要命的 渐渐地干人他 不是爸爸对我妈不好 不是爸爸对我不好 而是把我爸爸没办法 这次倾诉 为陈祖墨带来了 又一轮严厉批斗 在农村待了一年多 陈祖墨和同学们回京 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无家可归 他只得露宿街头 有同学冒险暗中收留了他 后来陈祖墨被分到 门头沟清白口公社 继续劳动 我们那个家就找了一个平农 光棍老头子 名字叫好老头 家里边就是什么 一个炕一个锅 然后剩的就是破瓶子 每天上地里干活 铁路上剪剪破烂什么 第一天晚上一上炕 就把我吓着了 老头子把那个灯一拉下来 那衣服一脱 裤子全脱光了 一丝不挂 裤里边腰里边弄穿那湿的 咔嚓咔嚓 还有弄狮子 满都是狮子 我就头一眼一看 弄狮子 我还没感觉呢 睡吧 门头吧 两天就瞧我这 满都是狮子 一下子就这么跟狮子就过了 在农村改造了五年 陈祖墨获得了组织分配的工作 这时 私人帮专案组突然找到了他 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挺横的 你想见你妈吗 我说你再说一遍谁 你妈呀 我说我妈活着 她说活着 自从六年前 母亲在家中被强行带走后 陈祖墨第一次得知 他还活着的消息 陈祖墨一度怀疑 性格倔强的母亲和父亲一样 经不住熬练 早就不再遇失了 我先停顿了一下 我马上已经有种本能 就是说 别人又有考验我 挣着太子 一直说要花心界限 我突然 我表现出 我说的 你组织上如果想让我见 我可以见 协助组织 我都讲了这话 行 什么时候 到时候再通知你 就内心怒 怒放 有妈活着呢 要见着我妈了 但是脸上很震见 等走了以后 不不不不 听我眼瞅 我瞅 后来才平静下来 妈活着 不久后的一个清晨 传组末被专案组 带到北京 秦城监狱 在那见到了 过来六年的母亲 一进去 就是一个不对大院 坐在了一个会客厅 一去的 听警长 我妈又来了 我妈又来了 一会就听着我妈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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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一看我妈来了 门口 然后穿了个黑面袄 我妈本来就矮 又胖了 那大棉裤 大棉袄都不合身的那种 哇 我妈整个横过来了 登登登登登登 直着走 跟个木头人士 碰 就坐在我对面了 人家让他坐在那 一个桌子 坐在那 那看 我妈 我妈第一句话 你干什么来了 就这样 哎呦 我一下就对不对 我妈 妈我看你来了 哼 你不是每天就站在门口 看着我的吗 我 我说 妈 我是你儿子 你不是我儿子 我儿子早死了 六点 母亲从肉体到精神 与过去 判若两人 这给了缘分 对母子充分 激动不已的 陈总墨 当头一半 我这胸前 我这胸前那小的时候 有一盆那个什么烫的 我还亮起来 妈 你看看 这这这 这那个 那个 那个 看了 靠 妈 找 你是我儿子 不过你是我另外的一个儿子 我那个儿子死了 就是你把我交给他们的 一下子我 哼 就就就 我妈 我脾气特暴 我妈 还就对着那老范 我记得 那俄语 俄语翻译 专属的 我说 你看我妈 我妈都疯了 陈总墨后来多次探亲 母亲始终对他很冷淡 直到他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过去 母亲精神上才有些变化 1975年 格兰娜被发配到五湖 陈总墨为了照顾他 带着家人也去了 文革十年动荡结束后 1980年 陈总墨 鼓起勇气 给国耀邦写信 请求调回北京 我记得特清楚 胡伯伯 他马上要开会了 坐在台阶上 当时跟我 哦 陈昌昊的儿子 哎呀 陈昌昊 好同志嘛 就那么一甩手 好同志嘛 就那么一句话 好同志嘛 13年前 父亲留给家人和外界 最后的形象 是革命罪人 如今 忽悠成了好同志 不久 中共中央为陈昌昊平反 召开追悼会 五百余人 前往调研 此刻陈祖墨愈发觉得 父亲是一个名 才是场工人 小职员 小干部 再到罪人 这些复杀 这些复杀多变的身份 似乎都不是完整的父亲 他的人生中 究竟还埋藏着哪些秘密 他究竟是怎样的人 就是因为我本身 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想寻求我真正的父亲 在他整个在世的这一生中 你都没有真正感 没有 翻来覆去的一些东西 使我就已经产生了我父亲到底什么样的一个人 就产生了这种想法 因为我父亲犯了错 到底犯什么错 2008年盛冬 塞外说风呼嚎 天寒地冬 五位来自澳大利亚的老人 带着家人 第一次来到中国河西走廊上的西路军烈士纪念馆 这片土地 与他普京一生荣辱 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 他正是陈祖墨 一到这里 他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梦见我爸 八中的市委第一书业 扶着我不去那么来着 军装 我们正在排队呢 就那么过来的 我真梦见了 你真的梦见他 我从来没有梦见过 就到了高台西路军那个地方 我突然梦见了 而小的梦的 我感觉我扶着他的那个肩膀 穿着衬衣 那个肩膀挺挺薄的 我还感觉他好像肉感似的 我扶一下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我跟我太太就说我梦见了 他说准时托梦来 来找你说点 不知道 可能有好多话 可能想跟我说 我总觉得 因为我们之间确实有好多话 没说完 也没机会说 那你真的能明白这些事的时候 再说 已经完了 已经完了 无边的隔壁 一如七十年前 当年 陈长浩带领了两万多西路军 就是在这片布毛之地 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斗 就是一种 那种 特别是肃穆的感觉 到哪都是觉得 哪都是红军战士 一看这个地方 就想象得出来 说西路军 每人三颗子弹 怎么打呀那仗啊 西路军一个战士 发三颗子弹 穿着是单衣服 就在我们12月11月这时候打的 我们据说零下二十度 当年红军穿着单衣服 西路军 就在这种环境里面 跟马不分骑兵啊 几倍的五倍上的兵力 在一个平川上打 七连山是秃得连藏的地儿都没有 这是平川呢 树都不长 没有一点群众基础 你胡云掩蔽的地方都没有 就在这种情况下 而我爸爸战斗 而且这种情况下 肯定非常非常艰苦的战斗 1936年10月 为了达通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 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陈昌浩 徐向前 率红四方面军主力 改成的西路军 两万余人西渡黄河 进入河西走廊 但在这里 遭遇了兵力数倍余击的马家军围艰 几乎全军覆没 仅少数突围回到了延安 西路军孤军血战四个月 七千人战死 五千六百人被俘后遭虐杀 国买 很多女兵被奸杀 或沦为乞丐 在红军历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 你们埋着三千八百个红鱼鱼骨 我讲我爸爸一直觉得他对不起你们 不管怎么样 他是你们的首长 他活了当时活了对不对 但是你们都死了 我就说我是替我爸爸来看你们来了 我替我爸爸给你们赔礼道歉 在延安的检讨中 陈昌昊承担了战败的全部责任 承认这是执行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结果 此后的生涯 陈昌昊也不止一次的向组织和老部下忏悔 兵败其怜之势 我陈昌昊实在难辞其咎 两万精英迭血打磨 共产党十年积蓄的力量 还不曾与日口一战 就毁于内战战场上 这些年 每当我想到这些血洒荒穷的英灵 犹如万箭穿心 他一直都是整个把这个责任拦在自己身上 一直是 爸爸多次讲过了 我对不起你们 其中有一次 也是我从书上 他是62年 召见这时 都是红军的将领的时候 他给大家鞠躬含泪 对大家说 我对不起你们 西洛军死了两万人 我爸爸是最高指挥官 不管什么理由 你是个指挥官 对不对 所以我爸爸很自责 但是他把责任都 揽在自己的身上 跟谁不讲 甚至文革的状态的时候 让揭发别人 他说这已经 已经做出结论了 都是我的责任 审查后 陈昌昊被送往莫斯科治病 流落苏联13年 过着清贫 艰难的生活 他做过踩市场工人 苏联万文区的小职员 他在这里取其生子 但对过去 绝口不提 陈总墨并不知道 父亲25岁 就出任了 红四方面军的政委 和战国焘 徐向前一起 创建了 川山革命根据地 随着陈总墨的追寻 陈昌昊素来民居的生命中 这些消散在 历史淹尘里的形象 又一点点的完整 清晰起来 93岁的老太太 我说的 我说大娘啊 你一定想一想 陈昌昊给你的印象什么 我特别想知道 我爸爸老太太说什么 四川人 陈昌昊 威 威武的威 是四川花 哎呀 很厉害了 他要做报告啊 我们底下 紧瞧瞧的 哎 这是他的印象 徐向前的警卫员啊 九十几岁 已经在院里躺着 我采访了 你爸爸 八万人 生成理状 跟我们关系特好 他跟着我翻跟头 我说翻跟头 对 翻跟头 还跟我们摔跤 我根本就不可能 没想象 说我爸爸 能够这样 陈总报无法想象 记忆里那个平淡无奇 默认屈尽的父亲 会曾是 威风引领 赫赫有名的 军神 咱们介绍 这是当年陈正伟 儿子 说你们知道陈正伟 知道知道 川省根基地啊 看一个叫做赤化全川 五米五高的字啊 五米五高的一个字 四个字 在大山上 国民党想 去掉都去不掉 全知道这个赤化全川 都是陈正伟一手拍板的 已经是后跑地带了 二十几岁小伙子 还几个人都小喝 听说了 你在所有人的这些记忆里 找你父亲 我在找 而且爸爸睡过的房子 办公的地方 我全找了 到了这片土地上 才觉得好像 比以前的父亲更亲近 太近了 太近了 我才知道我爸爸干嘛的 生前你都没有觉得 离他更近 没有 没有 2000年之后 有关西路军的探讨 公开化 外界开始客观看待这段历史 事实上 1983年初 李千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 和陈云的建议 写成关于西路军历史上 几个问题的说明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 是中央决定的 西路军自始至终 都在中国军委领导之下 重要军事行动 也是中国军委指示 或经中国军委同意的 不能说是 执行战国套路线 但李千年的说明 和中央常委的批示 当时只限存当 故不为公众知晓 直到后来 陈云年谱公开出版 这段对西路军问题的 重要结论 才得以铺出水面 我现在才真正的体会 他真正为了党的利益 可以牺牲一切 他就是属于 为了党的利益 他牺牲了自己 讲一步 更深的 他牺牲了儿子 他牺牲了家庭 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家的悲剧 需要 为了这个事业 他最后就选择了 默默无闻 还是确实有好多话 没说出来 就离开了人生 他这一辈子 是埋了太多的心意 太多了 宁可自己 自己 有委屈 说不出的东西 我也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里 就是联系 我是 鍾置快跑尝 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